鐵板上滋滋作響 這一大片比一般厚兩倍的牛排 還選用最頂級的安格斯牛圓塊 300度高溫先煎5分鐘 才能把肉汁筋筋鎖住 我們過炭是因為 我們有熔岩炭的香味 會提高它的香氣 先煎後烤表皮要焦香 牛肉也軟嫩 不帶血水 要維持還有祕密武器 鐵板目的是因為我們 我們比較低熟度的肉 那如果一直放在炭火上面的話 怕會過手 每個步驟都不馬虎 光是一天就可以賣上百份 讓餐廳衝上百萬營收 兩位嗎 裡面請喔 背後推手就是他 31歲的陳世元 當初放棄金融業高薪 只有為了要一元 創業夢 六七年的金融業 其實本身的興趣是 非常想要做吃的 然後對餐也很有興趣 可以跟工作結合的話 那這可能是我最想要的最終目標 無奈兩年前剛起步 顧客卻不買單 一天營收才兩千塊 連水電都不夠富 一天最慘的時候 差不多不到十個客人 因為我們是原汁原味 原塊牛排 那一開始一定 房間一些客人也比較不能接受 不只對食材超規矛 客人亦有意見 說換就換照單全收 因為每個人認知的熟度不太一樣 如果他今天覺得他認知的五分熟 跟我們給他的五分熟不太一樣的話 那我們可以換一塊他想要的 我之前吃過其他家牛排 然後如果比較厚的話 大部分金都很多 但是他這間吃起來 目前都還沒有吃到金 就靠口碑相傳 讓他從一家店變三家 這一大塊香噴噴的牛排 也為他創造不一樣的人生 東森財經新聞張家軒 吳宥樹台北報導